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李宗盛 欢迎收看我们哲学现场 我是先前玉智博士来跟大家问候 大家好 欢迎收看明示哲学现场 我是高玉智 谢谢 我们继续谈我们上次谈的这个 其实从我们出生到我们离开这个人间 这个问题都在 我们不希望是个问题 就是我们希望跟别人在一起 相互陪伴 那我觉得人间陪伴的一个美景很多 没有办法有人陪伴的一些不好的 我们甚至说不幸 也往往不时会出现 那我们就以最亲密的陪伴夫妻之间 现在白头偕老 不是每一个人都做得到 以台湾离婚率这么高 但没关系我们还是认为 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有伴 特别是所谓的终生的伴侣 我们当然不一定要输注于圣经 女人士 夏娃士从亚当的一个乐骨 上帝运用他的神庙的力量 把他变成女人 这只是一个宗教的故事 信者横行 但我们也觉得说 这代表说男女是在追求对方 都是一个 一半 我们说伴侣 partner也是有一个字跟part 就是一半 所谓的妻子 叫做the better part 就比较好的一半 男人也应该是女人比较好的一半 男女如果各是一半 男女的结合就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我想圣经还有像以弗所书提到的 我们都希望成为一个人 unt to your foreground 成为一个人就是要努力的 在跟别人的关系里面让自己成长 也只有在这个关系里面 人才可以不断活出 自己的意义来 那这中间大概就是我们上一次提到的 从人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主体 但又是有缺憾 又是什么事情不一定那么快的满足 如果没有别人跟我们一起生活 我们现在是不可能活下去 我们要有农人种田 要有工人工厂来制作器物 我们要有教育 要有政治 要有社会各方面的人一起来 让我们生活不只多彩多姿 而且还无比丰富 而且让我们可以有继续活下去的力量 身体康康健健 心理又可以很正向的去影响未来 那我们这边来谈谈 我刚刚说男女的陪伴到夫妻 甚至于白手偕老 我们也希望有各种陪伴 那陪伴是不是真的有很多类型 陪伴是不是也需要有很多 所谓的陪伴的现场 陪伴的状况 我们要随时去面对它 是不是 就是说除了这个受苦现场之外 老师提到的这个伴侣陪伴 好像似乎是陪伴的类型之一 已经是一种类型 那我把它分作陪伴的对象 陪伴的这个处境 或者陪伴的情绪来看 在陪伴的对象来说 我们可以说陪伴可以有自我的陪伴 好比我们之前讲 怎么样去感受那个孤独 那是一种自我的陪伴 你在孤独的这样子的一个处境下 你的自我 是怎么样生存在这样的一个状态的 跟自己在一起 跟自己在一起 那也有对孩子的陪伴 对父母亲的陪伴 对老人的陪伴 那更重要的就是 老师刚刚讲到的 那个伴侣的陪伴 那就陪伴的处境来看 我们可以说有身心状况的陪伴 有一种这种失亲 他丧失亲人的这样的一个陪伴 或者是也有一种叫做灵魂深度的陪伴 那个超越语言了 不需要语言 但是却一切尽在不言中 那样的一种相互的陪伴 那也有所谓陪伴情绪 对忧郁者的陪伴 对愤怒者的陪伴 我想其实陪伴的类型其实是很多的 那么如果就老师提到的这种伴侣陪伴 我倒有一点点想法 就是说伴侣陪伴呢 他既是亲密者 他可能也是冲突者 也就是说伴侣间的这种陪伴关系 如果我从亲密的角度来看 如何去维护彼此的独立性 我们好像有伴侣的存在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会上司的老师 提到的那个主体性跟那个独立性 我怎么样去维护我那个独立性 避免失去自我 可是又能够体谅对方的感受 然后相互分享互惠同行 对对对 这个是从亲密的角度来看 那我觉得这个时代 对我来说很多伴侣 或者是夫妻 或者可能甚至是亲子 其实是呢出现一种征兆 那个征兆叫做陪而不伴 那我讲这个陪而不伴呢 事实上就是说 在身体的这个空间的这样的一个领域 我们可能是在一起的 可是在心灵跟心理的距离却很远 所以当两个人相处的时候呢 其实对方都希望能够互相了解 但是后来在谈话的过程当中 却变成了在评价批判对方 所以产生冲突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伴侣陪伴的那个冲突者的 这样子的一种角色的这样子呈现呢 我们要如何避免去控制对方 要对方按照自己的意思做 对 我先改正我刚刚两个错误 一个很简单的 我的英文出了一点小错误 我们说女人是 妻子是丈夫的更好的一半 the better half 这另外一半 但是我要更要纠正我的习惯用于男女 我们就是伴侣 这个重年纪的人 有时候会还是在传统的两性思考里面 那很谢谢玉智把这样的陪伴带到伴侣的亲密关系里面 反而最容易造成彼此之间的紧张甚至于伤害 像陪伴不伴就是一个蛮严重的问题 我们不是有一句俗话 叫做同床异梦 那个也应该是陪伴两个人在同一张床上 但是是不是真正的伴侣 对不对 是不是真正的伴侣 那现在比较紧张的就是说 其实这个紧张也可以不紧张 自由我们都应该要主动去陪伴 作为陪伴者成为陪伴者也希望别人成为我们的陪伴者 老师这样讲其实是有陪伴的迷思在里面 你说说看 陪伴有的时候不见得是需要主动 对你看我又是一个习惯性的 为什么陪伴不一定要主动 因为你不是救世者 对对 你是倾听者你不是拯救者如果你要做陪伴的工作的话 这个是我从实际的实践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去分享 就是说我们可能会有一些陪伴的迷思 把陪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或陪伴的概念想得太美好或完整 对对 我也没有注意到现象学 所以能够进入到当代的这个所谓的医学的 那个所谓应该叫做人文医学里面 就它回到事物自身的这个思考 其实是才让每个人都真正自由的时刻 不要彼此强迫 不要彼此说我主动 比如说父母亲如果很主动的替孩子做事情 孩子都会高兴吗 对 就是说一般我们认为的陪伴 就是一般人他会认为说他在陪伴那个对象 常常都会造成一种很奇怪的这样的一种现象 就是我会用奇怪这样子去谈 是因为都会变成是 好像我在这个领域很有感受 我曾经遭遇了什么样子的一种困苦 然后我分享给你听 可是那个对于被陪伴的那个当事人 听起来好像是在教导他 或者是在训事他 那这个刚好呼应到老师刚刚提到的 父母对孩子的陪伴 是不是常常也是用一种教导的语言 用一种要把个人的一个价值标准的 这样的一个方式强租在那个孩子身上 当然这是亲子关系 可能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运作跟想法 可是这个能不能够称作陪伴 其实就需要再讨论 其实我们说伦理学 我还是回到哲学一个蛮传统的问题 伦理学一开始当然是 走的是规范伦理 不管是比较早的德性论 或是后来的义务论 义务论当然是康德是要建立一个 最普遍的道德的原则 最后的原则就是人人互为主体 其实他那个时候就有所谓的可逆反 的一个判准在 我们要让别人 为我们做什么 我们想想看那个别人如果是我们自己 就设身处地来为别人着想 就是一个同理性 所以我记得伦理学的这个讨论里面也有人提出说 到底作为一个道德学家是要做说理者还是说教者 是不是 那说教大概就是刚刚玉珍你说的就是说好像什么事情觉得自己应该要为别人做什么也希望别人对你做什么也可以什么都不做吧 对对对对真正陪伴 所以在陪伴的过程里面如果多言无意就不要多言 是不是其实你就是保持沉默陪着他 那什么事情都不做 说不定对方最高兴你如果一天到晚说你需要什么 我可以帮你做什么他觉得很烦是不是 这个这个特别在病人很无助的时候 他更需要有人就在他身边看着他 他就觉得就有伴 所谓有伴的感觉应该是就在这个地方 就我们前面所提到那种同行的奥妙 对 就是说你我同行共在而同行是不是 好 因为神经历我们先休息一下 大家好我想我们作为一个人都从小就想要展现自己作为一个人的所有 其中我们认为是一种潜能是一种欲望 是一种想要成为什么的一种盼望就是希望 希望我们也谈过这个主题hope 我想陪伴是我们大家共同想望的一个场景 我不是提过那个所谓的父母俱传兄弟无故 你看再来就是可以怎么样 可以有这个道德上的独立自主的一种 自尊道德的一种感觉 养不愧一天 虎不作为人 最后还是希望得天下英才的教育之 所有的学生 所有的晚辈都跟我们在一起 而且让我的生命慢慢虽然要衰老而最后离开这个人间 我的精神 我们每个人的精神 还是延续在后继者的身上 所以我们从小到大其实都希望有人陪伴 有各种人陪伴 刚刚我提到家人 朋友 师生 或社会上各种职业 各种公司团体 他们都是一个team 或者team这个概念非常好 一个团队 关系很重要 那个NBA一个球队他们很强调化学作用 不是每一个位置都找NBA的第一名组成一个队伍 这个队伍就手向无敌 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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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可能没有起化学变化 这每一个都是第一的人 都没办法跟别人合作 所以我们发现既然这个大自然好像都彼此陪伴 我还是念一下有人写下这样的诗句 非常浪漫 非常美 我来念一下 说蓝天有鸟儿的陪伴 从此不再寂寞 树木有叶子的陪伴 从此不再孤单 溪水有鱼儿的陪伴 从此更加欢乐 草原有动物的陪伴 从此更加热闹 而我有父母的陪伴 从此更加努力 更加幸福 这个说不定只是小学生的诗作 很浪漫 很天真 确实我们陪伴是一种 像童真一样纯然的一种想望 一种心声 而人世间如果一切是可以那么美好的话 也是通过彼此的陪伴 刚刚其实那个都是天气之间的一个关系 而且刚好是对偶 高山流水 树木花草 红花要绿月来蹭 那在这个陪伴的过程里面 我们应该不能这么浪漫的去把陪伴 这个没有限制的展开 陪伴的过程里面受制于每一个人 都是独立的 但是又其实都是不完整的 都有亏欠 是不是 老师提到的这一段诗句 它好像展现了这个陪伴作为一种生命的共振 你用这个术语还不错 共振 在此时此刻只专注着面对这样的一个人 然后他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样貌 然后作为陪伴者的我能够参与 这确实是很动人 不过因为太动人了 他反而这么美的境界会提醒我 就是说陪伴如果作为一种关系的类型 那么如何建立陪伴关系的界限 我会想要跟老师讨论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这个界限你觉得 我们之前谈过的医病之间 或者特殊的一种陪伴 比如说我们现在也确实需要长照的 你们发现现在特别我住的地方在南部是比较乡下 看一些长辈 长辈们出来的时候 陪着他的人都不是他的亲人 都是从国外来的我们这些朋友们这些外傭 我们要谢谢他们来陪伴我们的老年人 那这样的陪伴 那你觉得跟原来我们谈的那种亲密关系 或者是因为在一个特殊的场合里面 一方面有专业的人员陪伴 一方面又有别的非专业的陪伴 这中间要怎么去让他能够很和谐的一个组合 变成一个很人文的场域 我想先从关系界限来谈起 其实我们这个人跟人之间的那个关系的界限 其实是你个人会感受到的 怎么样感受到呢 他其实这个关系界限界 其实是维护我们一种身心安泰的这样的一个范围 也就是说要有适当的一种空间跟距离 可以使我们的这个身心都感到平衡 那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的身心这个是不是够平衡呢 其实当我们的平衡感被破坏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会感受到压力 然后我在情绪上会有焦虑 然后会有恐惧会有不安 那么这就表示说 这其实就是一个指标 提醒你这段关系开始 那个界限的范围开始模糊不清了 你可能要有自觉要做一些调整 所以作为一个陪伴者 如果彼此的那个界限模糊不清 被陪伴者那个对象认为 就是说所有事情都要让你知道 都要让你参与 然后一波又一波的这个需求 细注这个彼此的关系 造成这个主体性的界限消失 那陪伴者如果自己又没有意识 硬撑下去 那么有可能在这样子的一种沉重的陪伴关系当中 会造成不良的循环 这个是不是在一些病床边也有一些故事 可以让我们来好好反省 对 就是说这其实就是现在照顾者的两难 照顾者不仅仅是家属 老师刚刚提到的这些外籍的朋友来帮帮我们 他也是这个照顾者的一环 对 所以如何我们要去呈现一种不费力的陪伴 我们怎么样划出这个陪伴的界限 才是一种不费力的陪伴 那我想我们国内有很好的这个资商师 他长期在做这种悲伤辅导的苏炫慧资商师 他做了很生动的形容 他提到陪伴其实是一种放心 对 他说陪伴其实是一种放心不费力的关注 那怎么样叫做放心呢 他说放下期待对方反映的心 放下评估自己陪伴有没有价值的心 放下自己应该如何让对方好起来的心 这样子你才能够不过度用力 背负另外一个人的情绪或责任 不强迫别人也不逼迫自己 才能够感受到陪伴关系的那份自在 这个说的相当这个贴切 真的是有感而言 真有感而言 放心不费力的关系 其实才是很真实自在的 让彼此都真正的得到一种 非常身心安态 你刚刚说身心安态 而且还是真正的自由 我们精神的自由是希望不要被强迫 所以我突然想到 因为有一位智商者 这个智商师 说他不太喜欢用这样的一个概念 现在不是有流行 不是流行就有些人会提到 所谓的被情绪勒索 勒索对 这其实是尽量要避免 但是这个词也不能被滥用吧 你觉得 我们彼此情绪 单单靠情绪没办法勒索什么 情绪就应该像这位书 炫慧 智商师 智商师他说了 放心不费力 那就何勒索之有 没错 我觉得确实很多概念 我们大概不要随口就说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 还没有到达那么临界点 我们还是在 郁智玲刚刚说了 在一个界限的范围里面 那守这个界限 其实就是我们的 主体性 主体性的界限 我们要知道自己 纵使是独立自主的个体 但我们确实能力有限 外在的场合 情况也往往规定我们 限制我们有些事情 暂时大概不要有什么样的作为 我已经说过相伴无言 也不必有所作为 那我们还是回到一个根本的问题 陪伴的一个真谛 人家说是爱 因爱而陪伴 因陪伴而这个爱继续延续 你觉得在彼此两个人相互关怀 都一定有一些爱 不管什么样形式的爱 又怎么能够让这个爱不碰触 你提到了那些界限 我相信如果是真心的爱 而不是欲望的爱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 比较没有私欲的那样子的一个爱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误解了爱 有一些爱其实是一种欲望的渴求 可是如果那个爱是非常纯粹的 那么这个部分可能就不会造成 老师刚刚所提到的那样的问题 对 单凭善心善恋 单凭爱 结果还是可能把事情搞砸 还是会犯错 对不对 还是一样 那怎么让每一个人都是主体 到我们所谓伦理学上的复为主体 这个其实不是一条直线 可能其中需要弯弯曲曲的 我们说要有方法 要有手段 但是方法要用得巧 手段要用得对吧 是不是 对 就它可能互为主体 是有层次性的 也就是我们在陪伴过程当中 我们要时时问自己说 这个陪伴者跟被陪伴者 这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一定有所谓的相互配合 那么这个时候 并不是因为配合而丧失主体性 反而是主体性思考 我要不要选择配合它 如果可以的话 这样子就是一种相互配合 在老师刚提到的 那样的一个爱的情性之下 这样子的一个相互配合 是因为你主体性 做过了思考跟选择 真的要懂得陪伴不容易 但是我们也要真的用心 认真的去作为一个陪伴者 好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就进到这里 我们下回再见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